点击上方,SHOWTIME秀明,订阅我们我开店迄今,已经有7年了,开店之前,我已经开始在做全舍,做全舍的时候也有对外做一些简单服务,当时没想到的是越来越被客户认可,来的客人也渐渐开始多了起来,但毕竟全舍还是封闭一点比较好, 总是人来人往也有很多顾虑,觉得特别不方便,所以就开始决定做宠物店了,当时做的时候还是比较简单,那时候的宠物店还不像现在那么专业,也没有那么大的竞争力 如果是现在选择要开店的话,我认为对店的定位和对,自身的资金承受能力的认知是很重要的,在开店前期,店铺的选址一定要非常重视,我当时想法就是门口一定要好停车,周围要有空地可以遛狗,想要做好一家店,人才是最核心的方面, 怎么去理解,技术,过品,经验乃至客源都是可以随着时间去增长,人,比如说责任心,这个不是说培养就可以得出,没有责任感,不能成事,依稀还能记得店的第一,批客户好像都是慕名而来,毕竟在当时这边宠物美,容技术还是比较落后,像样的宠物店也几乎没有, 我所在的城市不大,人口也少,我对店的定位在中高端,所以在服务定价上面还是符合能力承受范围偏高一点,过品还是会有普通的,但是不做低端的产品,对于突发事件,我的玩笑话是只要做店就肯定会有,没有,那只能说明你做的不够好, 我记得当时有个客人带指博美来做药育,从做完到主人接走,大概有四个小时,在这期间精神状态各方面一切正常,接回去大概十几分钟,主人来电话说狗开始拉肚子,精神也非常不好,于是带去医院检查结果说是中毒,当时用的药育是日本一个比较火的牌子, 包括我自己的狗和很多其他客人的狗都有在用,从来没有出过事情,这是开店迄今为止唯一,一例来反映狗狗要于中毒的客人,其实我是一个对做事要求比较高的人,特别是对员工管理方面,有段时间因为自身经验不足,造成了员工的流失和辞退, 还记得有年春节,年二十九了都有辞退员工,而且是走了一批,后来只能自己上手干,这么多年除了打理比赛的狗,几乎没有洗过狗,没办法,坚持总会有结果的,到不同不相为谋,不合适的人不必勉强, 其实做宠物行业不会大富大贵,做得好保持小康是可以的,前提是你的有足够的耐心和坚持,我的店目前来说大体稳定,但还是有很大的上升空间, 我准备在招几个有经验的前台,慢慢培养,发放高薪或者让其占有股份,保证员工的稳定性,从而推动店铺的经营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, D&BY,文,刘宇,金顶宠物会所,广西北海,编辑,喜恩这里有一本神奇的书,你一定没看过,请点击购买,不会让你失望的,秀迷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,查消地媒,秀迷微信公众平台服务号,消地媒,SH点击下方,阅读原文,查看更多,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,别忘了与好友分享乐活,乐活之心祝您快乐每一天。